欢迎收听义士协军第561回 第三场比什么呢 战医术这个时候把脸一捧 大事蛮横的说 第三场我们就要比对对联 你只要对出我们的上联 就算你胜了 否则的话就是你输了 就这么简单 听着咱们出的上联就是 天作棋盘星作子 谁人敢下 哎呀 这是我出的上联啊 怎么让你说出来了 我说你们战家还能不能更无耻一些啊 怎么了 莫大天才胆怯了吗 啊 我不接受这一局的鄙视方法 你们的根本就是在无理取闹 战清风阴森森的问道 那这么说 莫大天才准备认输了 笑话 我怎么会认输 我怎么会认输啊 只不过我需要时间好好地想一想 那你就慢慢想吧 我想什么想 你们拿我出的对联 又来对付我 这不公平 再说了又没有半点的好说 谁跟你们赌啊 这可是恶买的啊 那莫大天才又要想什么呀 条件随便你开 只要你能对得出下联 一切都没有问题 怎么 当真条件任我开 那可好啊 其实我的条件也很简单 相信你们两个兄弟呢 都能够轻易的完成 我就是想知道你们到底是如何控制 林青音的 竟然能够让如此清高的雅士为你们出赛 还有就是奇万节 你们又给出了什么好处 如果然是我能够对出下联 我要你们在大厅广众之下 将所有的过程全部都说出来 怎么样 君墨邪啊 原本是不想理会这宗事的 他此行的目的呢 归根到底就只是为了七彩胜数 哪怕战家野心再大和他无关 战家人再多 他们也没有能力渗透天伐森林 战家虽然说 在幻府啊 几乎一手遮天 但是在君墨邪的眼中 还没有多少的分量 幻府的内乱 跟他呀也是毫无的关系 甚至于呢 你幻府乱起来才好 越乱越无暇进入到 玄玄大陆中搞事 但是一步一步到了今天 战家这样咄咄逼人 为谁呢 让君墨邪感到了心烦 二来 其中就不免要体谅 渺小渺了 自从见面之后呢 君墨邪对这个丫头 也是颇有好感 战玉树满腹狐疑的 看了一眼君墨邪 莫君业啊 你不会是故意的吧 你知道打不出这个对联 却偏偏要胡扯一些 有的没的莫名其妙的事情 把一切都往莫希友的 阴谋诡计上想 想要干什么 啊 往我们战家人身上泼脏水吗 泼什么脏水 你们提出了条件 我虽然也要提出条件的 你们答应就是答应 不答应就是不答应 何必过阻药而言他呀 爽敢说一句话 不要让我看不起 你们的这些世家死地 哥俩对望了一眼 大哥 你看哪 这件简单条件 确实非同小可呀 对方的一个条件 看似与他本人的 没有丝毫的关系 但实际上 却是抓住了 我们的要害所在 我们一旦答应 对方万一真的 对出来了 那么 我们今天找来的人 立即一生前途尽丧 而且从今以后 我们战家再想要做什么事情 可就难了 我也是这么考虑的 可万一 这本来就是莫军业 根本就对不出来 故意想出了刁难的手段 我们若是轻易放过这一局 以后的几场 只怕胜算更是渺茫 玉树 这种事不能不答应 但是答应了 若是对方对了出来 说不得就只好 舍居包帅了呀 玉树你年轻 前程远大 不必管这件事 万一他对了出来 就由我来说明这件事情 好吧 莫军业 你的条件 我答应了 歇士叔 我也签下了 现在 是不是该表现一下 你这无双文采的呀 好吧 上联是什么来着 天做棋盘 星做子 谁人能像 天做棋盘 星做子 哎呀 这个这个 哎呀 不行不行 军墨鞋 走了两步停下 仰头沉思 然后继续摇摇头 继续沉思 战鱼树和战清风 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浓 几乎呢 都要咧开嘴笑了 看着这位空灵体质的眼神 也如同是猎人看了一头 已经陷入到陷阱的猎物 哎 有了 怎么 对出来了 那夏连具体是什么呀 哼哼 地为提趴 路为闲 哪个敢谈 轰的一声啊 大厅中所有人顿时轰动了起来 绝了 真的是绝了呀 天做棋盘 星做子 谁人能像 地为琵琶 路为闲 哪个敢谈 真是绝对呀 这个上连呢 难了我好几年 一直没有对上来 不宜正如两位公子所言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场合极度的压力之下 我却对上来了 请问我对的还算可以吧 应该还算工掌吧 行 我们认栽 林青音一家 乃首音乐是家 虽然为乐理大家却不是生产 家道中落 他们想要生活下去 就必须听从我们的命令 本公子只是对他们在乐馆之中的族人为难了一下 让他们难以为继 自然而然 就好办了 摘一树 牙一咬 这件事情 从头至尾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 至于齐万杰 则更是简单 齐万杰最新名利 虽有齐王之地位 却仍不满足 我只是承诺给他一个换腹其尊的位置 再给他一座新换城中心的大庄园 配备四名杰色侍女 以及十万两黄金 并保证将他一直爱恋的李家小姐送到他的府上 成为他的妻子 他就来了 人群之中 齐万杰脸色如灰啊 最初颤抖 看着四周传来的鄙夷不屑的目光 齐万杰清清楚楚地知道 自己的命运随着战役术这一番话 已经全部的改变了 正如君末节啊 先前所预料的那样 战役术呢 果然把一切的事情都扛在了自己的身上 猛然间 战清风冲了上来 一记耳光打在了战役术的脸上 你这个畜生 你竟然做出了这种下作之事 这些事情你怎么能做 我们战家千百年的名声 就这么的被你这个家伙给毁掉了 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呀 战清风痛心万分的喝骂着 家门不幸啊 战役术 你败坏我战家门风 玷污了战家名誉 我绝对不会和你善罢甘休的 等回到家族 我倒要看看你如何面对父亲和一干老祖宗的责问 战家家法也绝对不为允许 任何一个败坏战家门风的子孙 苗小苗那冷眼旁观着这一切 这样的手段骗一般人都骗不过去 更何况在场这些聪慧绝顶的人物 宗人说没有当场揭穿 实则又有几个人不明白其中的底蕴呢 你真以为天下人都是傻子 就你们哥俩聪明啊 但是苗小苗现在想的却是 战家当真是深谋远虑啊 就只是一个战役术 就能调动这么大的资源 为战家甚至不惜一切的去保全 这样的心性这样的决断非同小可 第三局战坝 拥有空灵体制的莫大天才再度的完胜 而且更是连带着将这次行动的发起人 战家的二少爷战余术 也当场费了一半 那么接下来该赌什么了呢 战清风正在犹豫 忽然听到一着耳语 这个人出神穷苦 并未结识什么大富大贵的家庭 这样的人或者极有才华 但是骨子里绝对不会是一个顽固之徒 我看不如剑走偏锋 听了战余术的话 战清风眼光一亮 怎么讲 比如说一些顽固子弟经常玩的东西 他这种层次绝对接触不到 顽固子弟常玩之物 不败是跑狗斗鸡出入青楼 换言之或者赌或者瓢或者斗 赌瓢斗 战清风心中豁然开了 他立刻对着君墨鞋笑道 墨兄当真是天纵之才啊 咱们接下来的两场决胜负 决败最后两场 若是墨兄尽数胜了 墨兄所要的东西和提出的条件 我们双手放上 若是墨兄输了 同样以赌约旅行 怎么样 两场 决定比什么呀 君墨鞋歪了歪脸 这帮家伙又想出什么印招了 第一场 我们赌博 赌博 君墨鞋皱起了眉头 这家伙不会是 溃破了我的真身 而转为拍我的马屁吧 怎么我擅长什么 他就比什么呀 简直是每一场 都要送到我的心坎里边了 我刚才真怕这个小子 让人和我比书法呀 对 就是赌博 有咱们两个人对赌 每个人一千万两银票 为抵住 二十局之内违宪 以最终拥有他人银两数量 来定输赢 具体怎么读啊 君墨鞋表现出了一副老外的样子 也一张牌 翻牌比大小 不 我们比骰子 比骰子点数总和 来论定胜负 合共要比二十局 一局比一百万打底 输光为止 这个点的 不就是这骰子吗 我会 哎呀 可是有好多年没玩过这东西了 哎 对了 我可告诉你 正大公子啊 本公子呀 最有偏财运 这种来横财的玩法呀 我是最喜欢的了 等一下 千万别被我迎哭了 在场这么多人看着你呢 放心吧 愿赌服输 很久很久之后 湛清风 呆若目击的看着自己面前空空的桌面 再看着对面 莫军叶面前厚厚的一大堆银票 他几乎都要抓狂了呀 正如君大少爷刚才的预言 他真的快哭了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输的呀 湛清风只觉得自己的脑海中啊 是一片空白 可是现在说什么也晚了呀 湛清风几乎是一种咬牙切齿的口气说道 提夫妻 斗玄兽 斗玄兽 君墨杰嘴角一抽 差点要开怀大笑 这 这哥们到底哪头了呀 就算是出卖家族 他也没有这么个出卖的方法呀 不错 就是要斗玄兽 等一下呢 我会让人把玄兽送过来 放心 我们斗的都是体型小巧 而且品质较低的玄兽 若是品质高 单凭技术就可以分出胜负 那也就没有什么比较的必要的 至于参与比拼的玄兽 全部啊都是来自斗兽厂的玄兽 并不是我私人喂养的 否则也就失去了其公平性了 这么说来 规则大抵 你与我各自挑选一支 来进行一场双兽之间的决斗 不错 莫要怪我没有提醒你 这挑选玄兽 也是一门学问 若是输了 只能怪自己眼光不济 若是赢了嘛 也纯属运气 因为一会儿运来的玄兽 大多长得一模一样 随着战兴风一声令下 斗兽厂 几名彪形大汉 每个人都提着一只小笼子 走了进来 放在了场地中央 一共送进来六只小笼子呀 每只笼子里边呢 仅有一只毛色斑斓 就像是花猫一般的动物 好啊 为表公平 请莫兄先行挑选吧 战兴风很大方的说道 其实这些猫身虎啊 基本上战斗力都差不多 谁先挑选 结果呢 都不会有太大的分别的 而最关键的却在于 无论战兴风挑选到哪一只 在他独特的 玄兽绝约心法运行起来 注入这只猫身虎之后 他所挑选的那只战斗力 都会凭空提升两倍 战兴如此谦让 那我确实不公 笼子里边的六只猫身虎看到有人走过来 都发出了低沉的咆哮 一个个咬牙切齿 似乎啊 在警告来人 不要靠近 望头接近 交付出血的代价 君墨鞋啊 视入无睹 也没挑 就抓了一只 离自己最近的 行了 就那只吧 我看那只挺可爱的 毒兽跟斗鸡 斗狗也差了多少 既然实力大就相当 还是凭各自的运气吧 好啊 既然莫公子干脆 那我也就不做挑选了 就是距离我最近的一只吧 战兴风啊 笑得很是得意 在场一干人 听了这句话 不知道也还罢了 小部分熟悉内情的知道 战家能力的人 却尽都是狂撇嘴啊 哼 你还用挑选 你根本就是怀揣着无敌的作弊器 无论挑选哪一只 都是结果一样 接下来呢 就是各自调教的时间了 战兴风那边呢 已经用黑布 蒙起了一个小小的帐篷 他一手连着那只猫身虎扔了进去 然后呢 便伸起了一只手 里面猫身虎的愤怒的咆哮 天天的消失不见 慢慢的变成了一种 充满惬意的呻吟 而君大少爷这边呢 再度让众人大跌眼镜 众目睽睽之下 君大少爷微笑着将龙门打开 甚至呢 没有动用自身的玄器 完全不设防一般 众人看的都是大为差 要知道猫身虎的爪子和利嘴可都是攻击力气啊 一般 神奇修为低下的人 若是不设防的话 也会被猫身虎一口咬住 甚至于呢 咬断手掌 那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大家看到的景象却极为的奇异 那只猫身虎呢 简直就像一只啊 家养的小宠物猫 非常亲密的在和君墨鞋玩耍着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的天哪 这个家伙 怎么和猫身虎这么亲密啊 只见君墨鞋像抱着小猫一样抱着猫身虎 怎么样 小家伙 你这次跟我相遇便是有缘 我给你起个名字吧 从今以后 我去叫你小子 怎么样啊 猫身虎啊 静静的蹲在了地上 听了君墨鞋的话 然后喵喵的叫了一阵 然后还得意的在地上联系的打了好几个滚 似乎呢 是在庆祝自己终于有了个名字 小子啊 这一次的比试可就全指望你了 你可千万要给我争气啊 你明白了吧 小子呢 竖起了尾巴 尽力的摇两摇 满是会侠的大眼睛 撇了撇对面的战青风 抬起头 很是骄傲的喵喵了两声 露出了一副 很是不屑一顾的样子 若是君墨鞋能听懂 就会知道小子说的是 本猫现在已经是猫身虎之中的大王了 再与这种小角色比试 实在是有失身份 也罢 为了报答你 我就将那边那个家伙狠狠地虐待一番吧 定光火石之间 两只猫身虎就站到了一起 结果可想而知 小子呢 是手下留情啊 那只猫身虎虽然没死 但是浑身颤抖在地上不断哆嗦 也是遍体鳞伤了 胜负分明 小子头上那黑色的大圆圈清楚明白的表示了君墨鞋的胜利 战兴风面如死灰啊 完了 一切都完了 赌局至此告一段落 正式结束 墨君业墨公子临胜武镇 墨君业胜 战家败 随着苗小苗清脆的声音宣布了结果 对面茶楼上 两个战家老者同时叹息了一声 大使失落地垂下了头 您老看 这样的结果 这其中 其中一个老者小心翼翼地说 今日一战 实在是 实在是出乎预料啊 非战之罪 随意印证一事 那个空灵体质的拥有者 绝对不是如原先想象中那般的简单人物 一般人就算是再绝世资质 也断断的不会懂得这么多 知道这么多 尤其是最后那一场 猫生虎的表现 绝对是别有蹊跷啊 不错 猫生虎怎么会在西组之间 拥有这么高的智商 而且分明就只是斗兽厂刚刚送来的 绝对不是个人养的 那老者说到这儿 突然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一事邪君第562回